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蟹爪蓝夏季的浇水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夏季的话的温度非常的高 那么如果温度高于30度的话呢 这个蟹爪蓝就会进入一个半休眠状态 如果是高于35度以上 那么就是进入一个完全休眠状态了 那么我们一般在这段时间的话呢 就是最好天干养护 以免蟹爪蓝的根系吸收不了这么多水分 然后导致了它烂根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现在呢 正是蟹爪蓝掌心牙的阶段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盆土偏干缺水的话呢 就会导致这个新牙呀 它出现一个干枯干扁瘦弱 甚至是枯萎掉落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夏季应该如何浇水才能让你的这个蟹爪蓝的新牙能够 啊 健壮生长长得更快就更壮了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妙招 首先我们要想让这个蟹爪蓝的新叶呀 能够顺利的生长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进行降温 因为只有温度低于30度以下的话呢 这个蟹爪蓝呢 还是能够正常生长的 那么我们呢 就要采取一定的降温措施 我们呢 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通风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给它进行遮阴 遮阴的时候呢 我们要顺便呢 给它喷洒水物来降低温度 这样呢 温度降下来了 这个蟹爪蓝呢 还是能够正常生长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给它浇水 那么这个时候浇水的大家要注意 最好就是采取一个见干见湿的浇水原则 就是等到盆土啊 啊 它把手伸进去了 大概有四五公分左右已经干了 那么我们就给它浇透水 这样呢 水分充足了这个蟹爪蓝的这个新芽呀 啊 就能够生长的更快更胀 因为呢 这个新芽的生长呢 它是缺少不了水分的 如果缺少水分 对它的生长是大为不利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采取这种措施来给它进行降温 然后再浇水 浇水的时候呢 采取见干见湿的浇水方法就可以了 但是浇水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不要在正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浇水 最好就是选择在早上或者傍晚的时候浇水 这样呢 就不会刺激到大的根系 所以呢 夏季想要让你的这个蟹爪蓝的新芽能够顺利的生长 我们呢 就要给它补足水分 那么我们想要补水 就要给它尽量的降低温度 这样呢 再补充足够的水分 蟹爪蓝就能够顺利的生长了 那么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蟹爪蓝夏季浇水一些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